用焦点来看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电视专访中谈到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如果要参选2024党将会是柯P的包袱 而柯文哲上午受访的时候坦诚的确是 似乎担忧到时候兼任党主席又要辅选分身乏术 而本届大选民众党专心供立委席次 柯主席已经先出招抢票 23号晚上脸书po出了影片给台湾民众的内心话 柯文哲一人分续多角 更批文青体喊口号不是台湾价值 似乎是在暗奉蔡总统和韩国人 民众党部分居女立委一棒接一棒 柯文哲来配音还要对台湾民众说出内心话 很多网金攻击说我变得 我变得不像2014年的柯文哲 但其实我都没有变 喊话自己没改变 一人台上台下分事多角 从医生市长到市民都是柯皮身影 台湾不能只是高喊花大财 更不能只是高喊芒果干 认真务实是台湾民众党 所入台湾最快土地的流行价值 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价值 整天文青体喊口号不是台湾价值 呛蓝绿酸韩国瑜蔡总统 柯主席2020狂拉政党票 但盟友郭台铭先预测 柯文哲参传下届总统大选 现在总统后选 总统的人选会出现的话 我认为他出现的几率蛮高 他想一个民众党的包袱 到时候最大来讲 可能问题的 他的民众党问题才刚刚开始 没有在想这问题 因为到时候变成就是 立委跟总统票要分开投票 有点困难 所以的确变成个包袱 总统票跟立委票 还是比较容易绑在一起 你要加上分离投票是比较困难的 有基础上有点困难 坦诚就怕到时 无法兼顾候选人 和党主席扶选分身法术 柯文哲专心献顾2020 记得称呼响林嘉隆 台湾报道